各位娱乐军里饰演霸动总裁专业户的张翰 应该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因为手而上热搜 况且这个热搜并不是夸奖他的手有多好看 而是因为在最近两天播出剧集《东八却先生们》中 当张翰要把王小陈抱到自己身上时 手的位置引起了大家热力讨论 先不说是不是有存在不尊重女性的意思 只是从整体画面上来看就非常影响观感 甚至会有一丝猥琐 可以说这剧从开播以来就一直在为大众吐槽 尤其是一些没有生活尝试且有离谱的剧情 其中最典型场面有互飘 就是坐在出租车上吃泡面 在女上司刷当以后伸手去服 却意外拉到上司内衣肩带 因此让大家纷纷表示 这些剧情简直太油腻而且不符合实际 就在大家讨论想要给编剧集刀片时 却意外发现张瀚也是编剧之一 这样观众忍不住再次吐槽 原来张瀚这么多年过去不禁演技没有进步 就算是改幕后当编剧依旧一事无成 要知道当初张瀚在宣传时就表示 这是自己的一部诚意之作 和现在的IP改编完全不同 纯属于自己的原创故事 接受采访提到这部剧时也是满满自豪 刚才聊到创作过程时 更是表示 张瀚虽有遇到过创作瓶颈 但在经过几年时间后重新积攒了一定想法 才有重新启动 如果按照张瀚这样的说法 的确是一部不可多多的好作品 但在开播以后 评分屡屡创新低 现在已经跌到历史最低的2.2分 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 像这样质量的剧 真的可以上心播出吗 而且还有网友认为 像编剧这样的工作 就应该让更专业的人来完成 甚至还有部分网友表示 这样的剧应该趁早下架 就不得不让人开始怀疑 在张瀚背后是否隐藏着资本大佬 其实像这样有特殊大悦的情况 张瀚也不是第一次经理 当年还是大学上张瀚 因为涉嫌违章要被交警例行询问 如果换做普通人 一定会配合警察工作 可张瀚偏不 一边拒绝交警执法 另一边又强行想把车开走 导致最后交警因为衣服被车门夹住 一直拖着走了100多米 还好后来及时出现另外几辆车 让张瀚及时停车 否则内民交警会因此丧命 后来被警察抓住 张瀚依旧不愿意承认错误 而是顺势把错误都推到警察身上 后来根据老姐 那名交警手臂受伤严重 甚至因为肾损伤会导致终身残疾 在面对这样恶劣情况下 张瀚最后也只是赔钱粮食 而且当时就读中介并没有开除他 反倒是让他以优秀学生身份顺利毕业 张瀚是忍不住想问一句他到底凭什么 根据了解张瀚的家族背景实力很雄厚 张妈妈是医生 至于爸爸所开的影楼 算得上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企业 在寸途寸遵的北京拥有多处房产 而且在张瀚上大学时 就已经会开着百万豪车进出校园 就算是到现在 张瀚家里的地下车库 也都存放着像劳斯莱斯 法拉利和兰博基尼这样的豪华名车 其中随便印朗拿出来 就是普通人好几十年的工资总和 在这些豪车里 最特别的一辆就是车牌号 为户A777777的车 根据想到消息表示 像这样的车牌在上海基本要花费百万 除了豪车之外 豪载当然也是标配了 张瀚住在位于上海普西神秘富人区 古北一号 这个小区虽然没有汤城一品奢华 但每平米房价也高达14.6万 可以说如果是普通人努力一身 最后也只能买到一个厕所罢了 但是室内城市也算得豪华 其中有一个屋子是专程用来收集手办的 在众多手办里 有个钢铁侠的一比一模型尤其吸金 一整套买下来就需要几十万 关于张瀚的豪气 还表现在了他在拍电视剧时 对于服装的投入 根据了解当年在拍《山上来了》时 为了能够更加符合剧中风腾的 富家少爷形象 特意花五十万 从韩国买了一大批大牌衣服 后来在拍温暖的闲时 他自带私服就将近有八十多套 而且后来塑造了很多角色 在剧中穿的服装 基本上就是自己买的 况且张瀚在娱乐圈里 一直把自己称为少爷 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来 张瀚绝不是一个缺钱的人 虽然张瀚的豪气 有一部分来自于他的家庭 但其中还有部分 也来源于他的吸睛能力 当然这还要从他毕业之后开始说 那时候刚刚迈入娱乐圈 他就接趴了一起来看流星雨 凭借高傲霸气的慕容云海一角 让大家认识到了 这个处处忙碌的帅气新人张瀚 后来又因为一句 我要为你承包整片鱼塘 成为大家众所周知堂主 认识看到都想问一句 可以为我包下那片鱼塘吗 后来2017年又因为 出演电影《战狼2》 让他的人气和热度都有所提升 其实戏说起来 张寒这么多年的发展 他主要塑造的角色 都是以霸道总裁为主 即使是拿得出手 代表作为止射偶像剧而已 就算曾经出演过《战狼2》 那也完全是因为战狼无精的光 毕竟他在其中的戏份并不是很多 虽然说现在是一个屁牛蛋的时代 但总体来说 还是应该靠自己演技征服观众 现在年轻还可以抗烟偶像剧刷上热度 但年老以后始终靠的还是实力 说到底实力和作品 才是能占得稳的底气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